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夜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四百四十二集 杜灵飞现身 我还听说 星空倒击榜前一百只人 原本有不少多年前就可以踏入园婴了 可却在压制自身境界 其目的就是为了等猎魂试炼 徐宝才是说的眉飞色舞 不断的将自己打探的消息通通的说出来 白小纯是越听面色越沉 到了最后他倒吸口气 内心深处对于这一次的试炼 升起了强烈的抵触 不能去 我才不去呢 白小纯在心底立刻就打定主意 对了 还有一件大事 少佐 你绝对想不到 天哪 我在之前都没有听到丝毫风声 是这一次的试炼开启后 才得知的消息 徐宝才 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赶紧开口 神色内带着震撼 与不可思议 少佐 你知道吗 星空倒极松 并非如我们看到的这么大 这里 居然只是一部分 还有另一部分 不在此地 而是在 长城以内 徐宝才一再吸气 似乎对于这个消息 到了现在 还在震撼 成城 是的 成城 徐宝才激动 双手抬起 比划了一下 我们是东迈通天河 在与北迈通天河之间 因距离太远 故而存在了一大片 通天河的灵气 无法蔓延的区域 那片区域 靠近通天河 可就算是如此 随着深入腹地 灵气最终 依旧无法完全弥漫 所以 原本也算是蛮荒的一部分 可星空倒极松在那里 不知花费了多少代价 占据了大片的土地 而且啊 还修了三座城池 第一座城池 是靠近通天海 那里灵气浓郁 而第二座城池 则是在大陆的深处 灵气西泊之地 至于第三座城池 则是在最深处 那里几乎没有 丝毫灵气存在了 第三座城池所在之地 并非只是一城 而是修建了一条庞大无比 惊天动地的城城 那里 驻扎了我星空倒极松内 最为精锐的修饰大局 听说是铁血塘 我还听人说 并非只是我们星空倒极松如此 通天海上 东南西北四大源头宗门 都是这样 都有类似的城城 而这四条城城 又相互连接 组成了一个大源 守护通天海范围内 所有的宗门 在那城城外 就是真正的蛮荒之地 据说这一次的猎魂试猎 所有参与之人 都要外出长城数次 徐宝才说到这里 似乎也觉得不对劲 他打探到的消息 总结在一起后 给他的感觉分明是 长城内外处于对立 于是 渐渐的声音也小了起来 神色慢慢有了变化 双目瞳孔开始收缩 你 你也看出来了 白九春抽眉苦脸 扫了徐宝才一眼 这个 不能是这样吧 城城外很危险 需要修建一座城城来抵抗 又或者是 阻止长城外的魂影 踏入 这徐宝才 吸了口气 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身体都有些发寒 那是一种 忽然猜到了某种可怕的事情后 身体的本能反应 徐宝才不敢深想 失魂落魄的离去后 白小春哭丧着脸 那种危险感更强烈了 可还没等他想到 用什么办法不去时 来自星空道极宗掌门的法令 以通过四大狱的掌座 传遍宗门所有弟子 此次 猎魂试猎 星空道极榜前一千名 必须参与 为期十年 且期间外出长城不得少于三次 十年后 方可回宗 这命令传出 白小春得知后 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哎呀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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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小春不禁哀声叹气起来 这里毕竟不是逆河宗 尤其是他刚刚踏入紫色彩虹 风头正盛 被无数人关注 根本就没有办法不去 这一次的任务 其危险的程度太高了 星空道极宗那里的城城 防范的除了所谓的魂影外 主要应该是那些 叛贼呀 白小春愁眉苦脸 思索良久 崴出 直奔陈漫瑶 洞府所在之地 对于白小春的到来 陈漫瑶没有丝毫意外 脸上带着笑容 邀请白小春进入洞府后 坐在了他对面 似笑非笑的 看向白小春 那个 卖瑶啊 到了星空道极宗后 你说我对你怎么样 你当初答应我的事情 可还没有做到啊 陈卖瑶眼口一笑 他本就绝美 此刻这么一笑 更为的动人 少祖不用担心 就算是到了蛮荒 只要外出长城时 小心一些 不会有大碍的 况且 这一次也的确是造化 说不定 你可以在那里 获得天人魂呢 若你实在担心 加入我们不就好了 哪有那么多天人魂啊 就算是真的有 这么多年了 也早就被人抓走了 白小春叹口气 避开了陈漫瑶的话题 他来这里的目的是 是大碍消息 稍族有所不知 蛮荒特殊 存在了鸣河 故而魂影极多 那是从通天世界存在以来 始终积累下来的 在这无尽的岁月内 积累的天人魂 即便再少 也一定还有 始终积累 这题我就不知道了 也不知晓 为何会如此 但可以确定 蛮荒的魂 都是始终积累下来的 蛮荒内没有灵气 那里的人 是如何修炼的 虽没有灵气 可却有足够的魂 猎魂吸收 进而修行 白小春沉默 办上之后 陈漫瑶又提出 让白小春加入他们 这一次 白小春没有立刻拒绝 而是思索片刻后 起身离去 坐在空雨彩虹上 白小春长须短叹 他直觉告诉自己 这恋魂失恋 很是危险 可却偏偏没有办法避免 最终的只能认命 阴沉着脸 飞向了洞服 途中不少修士看到他 都神色恭敬的败姐 可白小春 却没有了心情 此刻天色已晚 远处金色的通天海 在夕阳中 折射出美丽的色彩 白小春看了一眼 常态一声 琢磨着 自己有一份天人魂了 实在不行的话 就去长城内 找个安全的地方 熬过十年 回来后 便可换取天兽魂 结英 只是他又觉得有些可惜 纠结时呢 走到了洞服外 正要走入 可忽然的 他脚步一顿猛的抬头 目中刹那有惊芒一闪 他清晰的察觉到 自己的洞服内 居然有人 白小春体内 修为骤然运转 右手抬起 一直洞服大门 轰轰声中 大门开启 他一眼就看到了大门后 背对着自己 站在那里的一个 女子的身影 在看到这背影的刹那 白小春身体猛的一阵 呼吸瞬间急促了一些 你 你 随着他话语传出 那在洞服内背对着他的女子 缓缓地转过身 露出了一张 在白小春记忆里 存在的面孔 小春 女子轻声开口 目中流转着柔和的光芒 杜灵飞 白小春深吸口气 他曾经想过 自己再次见到杜灵飞后 会是什么样子 可直至此刻 他突然发现 自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震撼 仿佛被天雷轰顶一般 似乎在他内心深处 对于这一刻的相见 已有了准备一样 白小春 目中露出复杂 沉默片刻后 他想起了当日空域长座的态度 想起了冯友德的照顾 想起了一系列自己来到星空道集宗内 遇到的一些 仿佛有贵人暗中相助的事情 他之前就有过很多猜测 此刻再看到杜灵飞的瞬间 全部明误了 小春 对不起 杜灵飞轻声开口 神色内一样存在了复杂 更有惆怅 血细宗内 是不是你啊 白小春 打断了杜灵飞的话 看着杜灵飞 是 杜灵飞没有犹豫 出口回答 为何要做案子 为何出现在林锡宗 血细宗 还有这里 白小春盯着杜灵飞 又一次的问道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